好清明节扫墓将至 新城乡公所从2月26号到3月18号 完成乡内公墓除草的作业 以便乡亲扫墓缅怀仙人 3月9号到4月7号 新城乡第一墓思源楼和第二公墓 怀恩堂前广场搭设棚架 提前供乡亲分流祭拜 而对于新城乡公所的用心 民众前世相当的感谢乡长和礼台的用心 清明节将界 新城乡的和礼台方便乡亲 慎重追缘 折成生命理所 针对新城北谷公墓周边环境 进行整理以及促造工作 新城北谷两个公墓面积10公顷 理所也从2月24号到3月18号 进行环境整理工作 从3月5号到4月7号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 就有值班人员以利民众 安排时间前往小墓 新城乡以及北谷公墓均有架设棚子 方便民众来祭祀 每年非常重大的日子 慎重追缘的日子 清明节赏幕 我们这些晚辈 对自己的祖先 在清明节的时候 前后这个一夜的期间 回到新城乡 两个公墓 第一公墓跟第二公墓 来做这个环境 以及他们赏幕的工作 以及祭拜的这些事宜 那我们乡公所为了 让我们这些返乡也好 能够来祭拜自己的祖先 我们这些整个环境 那在3月18号这些工作 除少环境的维护 都会把它弄完成 让我们这些子弟呢 去购墓、扫墓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 不然在安全上也好 各方面我们都顾虑到了 那我也希望我们乡亲 在这个扫墓这段期间 绝对不要用火去烧这些草 还是因为这个 新兴师傅会了眼 我不希望我们自己的 坟墓、祖先的坟墓 因为这些火受到一些影响 影响到后辈子孙的 一些所谓的一些 一些事物也不太好 那我希望大家要 注意这个安全 在祭拜的时候 大家要努力的把自己的 祖先的墓园打扫干净 大家要共同维护 这个墓园的这个环境 希望这次的这个 亲民扫墓 大家要踊跃回乡 而且也是对我们自己 圣中最远的一个交代 何以太表示 圣中最远祭司主线是中国人的传统 亲民节除了祭司之外 也一并整理墓地周边环境 让乡亲扫墓更加方便 提前在2月26号到3月18号 持续整理公墓环境 并且进行除草 建议扫墓期间经常发生火警意外 何以太也呼吁 先的墓地上的树枝 杂草清理之后 切勿随意燃烧 也请乡亲小心火苗 亲民时觉雨纷纷 容易下点小雨 提醒乡亲记者准备雨具 现在相公所提供整理的祭司环境 让乡亲完成前程祭祖的事宜 记者金红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